上一回咱们讲到明朝的大太监魏忠贤 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混混 后来混来混去混不下去了 孩子也卖了老婆也走了 他就决定去当太监 这您可别误会 他不是说因为走投无路才去当太监的 在想当年明朝那个时候 做太监那可是一个热门职业 为什么呢 因为当太监呢 除了有吃有喝之外 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宫里头 他能够获得一定的权利 那么这些个不读书的人 不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获得权利 他们就想着呢走一条捷径 通过当太监来获得权利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啊 都是报名想要去当太监 但是呢 这皇宫里头每年招收的人 他是有是一个数量的限制的 不是说所有想要去当太监的人都能够如愿 那么魏忠贤呢 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而且呀 最后来有对他比较了解的老太监透露 这魏忠贤成为太监的这个过程啊 还不是那么符合这个规定的程序 因为他是自攻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他不是东方不败 并没打算练那葵花宝典 他实在是出于无奈 因为在当时啊 想要静身的话啊 你要是到专门的这个专业机构去 那收费是是相当高的 魏忠贤他没钱呢 只好是啊 薛义恒自己动手 前途无忧了 为了找工作嘛 那么自攻之后 这魏忠贤呀 就跑去报名去了 可是刚到了报名处 问清楚这录取的条件 他是当时就晕菜了 为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这宫里头招太监呀 也是有年龄要求的 因为小孩进宫好管 也好教 可是魏忠贤先生啊 那个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 自己搬着手指头一算 方陵已经二十岁 这下可要了命了 这年龄是硬指标啊 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 哪个太监师傅 愿意带着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呀 那不纯粹浪费粮食吗 这一下魏忠贤急了 可他急也没有用啊 招聘规定那是公开的 你不去问去 不问清楚了 您就引刀自攻 那你这赖谁呀 事到如今 搁也搁了 又没办法找回来 想要再当混混 那是没指望了 要知道混混虽然很浑 他也瞧不起 这个当太监的呀 魏忠贤这个时候是攻进不去 家回不了 他就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 具体情况呢 他本人不说 所以咱们也没办法同情他 但据说是过得很惨的 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 偶尔呢 也打打杂工什么的 到了万历十六年 也就是1588年的时候 穷困至极的魏忠贤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 在这呢 他找到了一份做用人的工作 他这个命运呢 也就就此改变了 那位说了 有那么容易吗 这就改变了 他还真要这么巧 一般来说呀 寻常人家找个用人 那是不会去找这种阉人的 魏忠贤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应聘 是因为找用人的这家主人呢 他也是个阉人 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孙仙 是皇宫里的一个太监 准确的说 他是个太监首领 因为他的职务是司礼间的顶比太监 这个职务咱们以前也讲过 那是非常重要的 他帮助皇帝批改奏章 这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魏忠贤非常珍惜他得到的这个工作机会 他在这个孙仙的家里是起早贪黑 白天干晚上干 终于有一天 孙仙找他谈话了 说是看待他比较老实的份上 愿意宝举他进宫 在万历十七年 也就是1598年的时候 在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之后 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 进皇宫 当了一名太监 不好意思啊 纠正一下 应该是活者 因为他现在还实际上还不是太监呢 实际上啊 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来的燕人 在刚刚进宫的时候 只是宦官 并不是太监 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没当上太监 因为太监那是很难当上的 在宫里头能够被称为太监的 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 太监以下呢 是少监 少监以下那是奸成 奸成以下还有什么掌隋啊 当差啊等等 在当差以下 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活者了 那么魏忠贤魏活者 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项 首先是扫地 其次是打水 第三是洗马桶 第四是看大门 等等等等不移而足 很明显 这还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而且他进宫这一年 魏忠贤已经21岁了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是很不受人待见的 因为岁数太大 不好管 吃的又多 当然没人喜欢他了 不过呢 魏忠贤还是挺能忍的 这一会儿啊十几年就过去了 魏忠贤没有任何的成就 也没有任何的名头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年龄 要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 经常被人呼来喝去 人送外号 为傻子 但是这一切可以说全都是假象 据调查呀 当然是本人的调查了 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的时候 一般不会被识破 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的时候 一辈子都不会被人识破 那么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 是一个最能装傻的牛人 有好多的人呢 在评价魏忠贤的时候 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 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我觉得那他有点傻呢 为什么这么说呀 这能够在明朝当官 并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拨的人 基本上全都是高智商的 加上官场臣服混了这么多年 生人一来打亮几眼 就能把这人摸得差不多 在他们面前耍花招 那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官公面前耍大刀 龙爷面前派自来粉 这就是鲁班门前弄大斧 反正有的是词形容 而在他们的眼里头 魏忠贤却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 他年纪大 傻不拉几的 每天都在那喝喝的乐 长下呢又是忠厚老实 人家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欺负他 占他便宜他也都毫不在意 所以从明代一直到今天 很多的人都认定 这人他就是个傻子 能混成后来那样 全凭的是运气 这也充分说明 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 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之后 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的群众 那么在我看来 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 却是个有天赋的文盲 他的这种天赋就叫做伪装 一般的人在骗人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在骗人 而据史料分析 魏公公在骗人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在骗人 他骗人的态度 那是极其诚恳的 在宫里的十几年里 他就用这种天赋 骗过了无数的老滑头 并暗中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在他结交的这些个人当中 有一个叫做魏巢的 那么这位魏巢 他也是宫里的一位太监 对魏忠贤是十分的欣赏 还帮他找了份工作 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点善 这可比原来扫地的时候强多了 所谓的点善就是后宫管伙食的 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 除了混吃混喝之外 没什么油水 那么管伙食固然没什么 可是关键在于他管谁的伙食 这位魏公公的服务对象 恰好就是后宫的王财人 那这位王财人的名头虽然不响 但是他儿子的名气却很大 那他儿子是谁呀 就是那位朱尤孝 后来的天启皇帝 正是在这个地方 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 两位关键人物 谁呀 就是朱长骆父子 这朱尤孝是明光宗朱长骆的儿子嘛 虽然是遇见了大人物吧 但是魏忠贤的命运仍然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因为那位王财人身边有很多的太监 他呢不过也就是极其普通的一个 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个时候的朱长骆还只是个太子 并且地位十分的不稳固 随时可能被拿下 所以他的老婆王财人混得也不好 还经常被另外一位老婆就得离选式亲属 这么一来呢 他这手底下的太监也就混得很差了 尤其是这魏忠贤混得是特差 到了万历四十七年 也就是1619年的时候 魏忠贤进宫二十周年之际 他也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由于王财人去世 他失业了 失业之后的魏忠贤无计可施 只好回到宫里头 当了一个仓库的保管员 但是这个被命运挑选的人 注定是不会漏网的 在经过无数极其复杂的人事 更辟误打误撞之后 这魏忠贤竟然摇身一变 又成了李选氏身边的 这个伺候的太监 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 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 他的猙獰面目 这位入宫三十年 已经五十多岁的老太监 突然焕发了青春 他不等不靠 主动接近李选氏 拍马屁擦皮鞋 无所不用其极 最终成为了李选氏的新处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的继承人 朱游孝的女人 和他一样的精明自私和无耻 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那么到了万历四十八年 也就是1620年的时候 魏忠贤的机会终于到了 前文书咱们也讲了 这一年的七月 明神宗死了 明光宗即位 李选氏成了后选皇后 那朱游孝呢 也成了后辈皇帝 可是好景不长 只过了一个月 明光宗又死了 李选氏成了寡妇 当李寡妇不知所措的时候 魏忠贤及时的站了出来 开导了李寡妇 告诉他 其实啊 你也不用这么失望 现在正好有一个更大的机会 就百分之眼的钱呢 只要你牢牢的抓住年幼的朱游孝 成为幕后的操纵者 来个垂帘听证什么的 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 甚至皇太后的头衔 而是整个天下 可以说呀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可惜 绝非独创 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 也非常的明白这一点 于是呢 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之下 朱游孝又被抢了回去 李选氏也就彻底歇菜 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 反应活跃 但最终也没有逃脱下岗的命运 那么正是在这次斗争当中 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 就是那位杨莲 杨莲可以说是一个让魏忠贤 含毛直竖的人物 前文书咱们也讲了 两个人第一次相遇 是在抢人的路上 抢太子嘛 杨莲抢走朱游孝 魏忠贤呢 去反抢 结果让杨莲给骂了回来 还吓得哆嗦了半天 那第二次相遇呢 是他奉命去威胁杨莲 结果呢 反倒被杨莲威胁了 杨大人还告诉他 再敢作对 就连你一块收拾 这个时候魏忠贤是相当的拾去 掉头就走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敢招惹这位杨莲杨大人了 总而言之吧 在魏忠贤的眼里 杨莲是个不贪财 不好色 不怕事 几乎没有任何弱点 还特能折腾的人 而要对付这种人 李选士 那是不够分量的 他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主人 然而很遗憾呢 在当时的皇宫里头 比李选士还狠的 就只有东林党了 就算他魏太监想尽 估计人家东林党也不会收他 看起来是差不多了 毕竟魏公公都五十多岁了 你要告诉他 别灰心 不过是从头再来 估计他能跟你玩命 但是拯救他的人 终究还是出现了 这个人是谁呢 咱们慢慢的讲啊 很多人都知道 天启皇帝朱游孝 是很喜欢东林党的 也很够意思 地位一个月就封了很多的人 要官给官 要房子给房子 要钱给钱 但是啊 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他第一个封的人 其实并不是东林党 继位后的第十天 他就封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封号 是凤圣夫人 这位凤圣夫人姓克 原名叫克印月 史称克氏 这个克啊 克人的克 这个字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 估计这辈子 可能你也很难遇上 一个姓克的 咱们提到的这位克小姐 那就更加的特别了 可谓是五百年 难得一遇的极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进宫之前呀 这克印月 是北直立 保定府村民猴二的老婆 相貌极其的妖艳 而且呢 极其早熟 什么时候结婚 没人知道 反正十八岁 就生了儿子了 要说这在当时呢 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但是他的命运 就此彻底的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同一年 宫里的王才人 也生儿子了 生的就是那位朱油校 按照惯例呀 必须要挑选 合适的乳母 去喂养朱油校 虽然他们提倡母乳喂养 但是呢 必须要找一位奶妈 皇帝的老婆 是不去做这种出活的 所以 经过层层的选拔 这克印月 就战胜了 众多的竞争对手 成功的 进入了皇宫 刚一进宫的时候 克印月是极为勤奋 随早随到 两年之后 他的丈夫不幸病逝 但是克印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 依然是兢兢业业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也没回去看看去 在皇宫里头 他是混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很快 宫里的人就发现 这克印月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女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群众反应 说这克印月常常缺琴出宫 行踪诡异 经常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 后来经过调查 克印月有生活作风问题 时常的借机外出优惠 那么作为皇宫中的乳母 如此的行径 结论是清晰的 情节是严重的 但是处罚却是没有力 只有人敢议论 却没有人敢造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 其实啊 一点也不普通 按说乳母这份活 也就是个临时工 孩子长大了 不吃奶了 你就应该走人 该干嘛干嘛去 可是呢 这位克小姐却是个例外 朱油笑断了奶 他却没走 朱油笑长大了 他也没走 朱油笑16岁当了皇帝 他还是没走 根据明朝的规定 皇长子长到六岁 如母必须要出宫 但是克印月 这位克氏 却偏偏不走 硬是混了十多年 也没有人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因为皇帝不让他走 不但不让走 还封了个凤圣夫人 这位夫人架的还挺大 在皇宫里头 可以坐轿子 还有专门的人 负责接送她 要知道 内阁大学是刘依景 二品大员 都六十多了 在朝廷里混了一辈子 进出皇宫啊 那也得坐十一路 哪有坐轿子的读责呀 比这位克氏差远了 非但如此 逢年过节 皇帝还要亲自的前往祝贺 请克氏吃饭 夏天还要给他搭棚子 送冰块 冬天呢 还得给他挖坑 烧炭取暖 在皇宫里 给他分了房子 宫外头也有房子 还是黄金地段 就在现如今北京的正义路那一块 步行到天安门 大概需要十分钟 急举升职的潜力呀 那他的家里头 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着 皇宫随意出路 想住哪就住哪 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那么所谓的这位克氏小姐 说破了天 也就是个奶妈 保姆 那如此的得势嚣张 实在是很不对劲 那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